我是白弯大师板栗匠 欲练神功必先自攻 欲白人弯必先自弯 我先弯为敬 本期视频板栗匠就来带你 鉴赏雷神 友情提示 鉴赏不需要高度 开车不需要深度 这只是一个肤浅的鉴赏视频 观看时请卸下脑子 防止叫针 戴上耳机防止射死 在正式开始鉴赏之前 先提问各位鉴赏大师们 雷神身上最戳你XP的是哪一点呢 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工程上 现在我宣布 雷神鉴赏大会正式开始 长辫 辫子就是僵绳 辫子就是长辫 辫子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开 无论是想象江子 这浓密极地的深紫色长发 彻底散开 张力笼罩在他密不透风的夜幕之下 外部的视觉被全部封闭 视线锁及之处 被强势地锁定在 波浪起伏的洁白星河之上 还是想象尹 躺在由自己的长发编织的地毯中央 那双微微害羞 却又强作镇定的双眸 与那不知散落在何处的发尖花 在湿热的空气中 浸出的丝丝香气一桶 交织出最美的夏夜之梦 雷神的蛊惑之处 在于他那高高在上 及无情无欲的表象之下 处处透露出的妖娆之意 更加容易激发人心底 那些不可言说的瑕疵 正所谓人的劣根性 莫过于看端庄者卸下矜持 看无欲者染上情欲 越是看起来冷静自持 越是让人兴奋 雷神身上那神圣与严肃 性感与魅惑之间碰撞出的火花 不仅仅在于他那拔剑石 电光的震慑与裙摆的勾引 极致的威压与剑翘的诱惑 更在于那高光的消失 与勒志的妩媚之间的极致冲突 这肃目眸光之下的 一点勾人的勒志 其间道不尽的缠绵意味 诠释了雷神 那迷人反差间的秘密 标记 雷神后颈处 这深深隐藏在长辫之下 光裸的肌肤之上的淡紫色印记 就是铁式的坐标 拨开那一脸紫色的瀑布 以此为起点 一寸寸向下探索背部的深沟 不知道在这次探索的终点 是否也能找到一枚同样的 被打湿的紫印呢 手套 这半透不透肉感满满的手套 如同将黑丝穿在手上一般色气 仿佛三角区一般的构图 着实让人浮相连篇 想象一下 当这双手轻浮你的肌肤时 那布料与手指间 丝线与光滑的质感冲突 微凉与温热的温度反差 在探索间 有纸根的戒指 带来金属的刮叉 微微的刺痛 激起别样的兴奋 让我看看 是谁 又可以了 其实 米霍又早早的就掌握了自动分级这一高科技 通过美工的巧妙设计 让这款游戏在小纯洁眼里是12家 在老色皮眼里是18家 在猎文虎客老色皮眼里 直接就是脑内小电影 雷神的黑丝手套已经足够色气 然而当我看清这片黑丝的全貌时 我直呼懂王 这一千以后 从双肩牵引而下 包夹两侧直至手心 却将前后两道沟壑 裸露出来的紧身黑丝 让人禁不住想象 当妖风滑落 一镜散开 那由黑暗圈化出的跌宕起伏的 洁白中轴线 是怎样极致的视觉刺激 100 这一上一下的胸襟和裙摆 就像一队盛满了 即将一出美酒的前敌酒杯 每一次晃动 都在将漏未漏的边缘 侧面的缝隙泄露出的美景 让人想象着深处探索 却被两层如同床满般的100 遮住了种种秘密 酒香肆意却无法品尝 这暧昧的拉扯 反而更加让人欲罢不能 而在转身之际 两片直到脚踝的100之间 由长辫秘密遮挡住的一线天背后 则藏匿着另一条通往桃花园的小径 这优秀的设计和甘雨那被长发遮掩的裸背 又拉那被领带遮挡的胸腹一同 再次证明了原神的美宫就是他的自动分级黑科技 我要第101次喊出那字口号 你会有美宫永远的神 一体双魂 我看雷神的心路历程变化 简直跟我被掰直又掰弯的频率一样 跌宕起伏 到72.0时我直呼 我要当雷神的刀鞘 然而就在2.1 你会有突然告诉我 不好意思 你不能当雷神的刀鞘了 因为你喜欢上的就是雷神的刀鞘 一体双魂的骚操作 让我直接挖的 fantastic idea 你以为我会退缩吗 身为海王 我全都要 一边是气场全开的霸道女总 一边是白纸一般的少女神明 一句 我命十方世界雷鸣平息 愿你今晚得享安睡 直接A到我腿软 一句 只要你记得我 我就能永远的活着 我直接把自己做成甜点 送到他嘴边 一次可经两个老婆三人成行四分快乐 什么 你问是哪四分快乐 我和将军贴贴 我和尹贴贴 将军和尹贴贴 而我不是来破坏的 我是来加入的 你数数 这可不就是四分快乐 我的数学能力 跟我的标签能力 可是不相剩下的 对于抖M而言 雷电将军的妙处 在于他一面是威力无边的无情执行者 一面 却又是可以被编成的人偶 其境遇 却又可操纵的特性 让人要么想将他拉下泥潭 要么想成为他踩在脚下的泥潭 无论是想让他面无表情的用脚踩 还是用鞭子抽 亦或是来一次 酥酥妈妈的电机Play 全都可以随心定制 雷电将军 满足你对Play的 全部想象 虽然我想在雷电将军面前 跪下唱征服 但这并不妨碍我想和尹谈恋爱 银只允许我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说明他心里有我 银只跟我出门约会 说明他心里有我 他说起甜食时 那一本正经的傲娇模样 那欲解的表象 少女的内心 直接在我的心口 射了一箭 而他那如同白纸一般的懵懂 则让人忍不住想要 肆意涂抹 想要手把手 带他时间奇奇怪怪的清小说中 那些奇奇怪怪的游戏 看着他被好奇新颖的越陷越深 一脸认真的模仿出 那些令人疯狂的动作 再用流影机 记录下他在镜头前 那羞耻的紧绷 努力的镇定 带他从一心净土 来到极乐净土 教会他 什么才是老色批眼中的永恒 独神的欲望 即为永恒 我是鉴赏大师板力将 长期更新提瓦特小哥哥小姐姐们的 鉴赏大会 欢迎关注哦